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课单图写作 上一次的作业是要大家利用这个图来写一篇短文 文章要分两段 内容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是98年学测的题目 我先写了一篇范文 不过这个范文的句子是字序是打乱了 必须要你们根据时间字词跟转字词来排序 不过我现在不会公布这个作业的答案 我们讲完今天的课程 大家就应该知道这篇文章的顺序 而且也会了解怎么样来做单图写作 我们首先先来复习一下 连环图画写作是什么回事 然后呢它跟单图写作比较起来 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首先连环图画写作 我们讲过好几个 制定顺序的连环图画写作 或者是一般的连环图画写作 一般的连环图画写作最后是一个大问号 让你写结局 如果是制定顺序的连环图画写作 这是有四个图 然后要你去自己去排出顺序来 这个是一般连环图画写作的这个题目 单图写作呢 它是只有一个图样要大家根据图片的场景 来分两段来写一篇短文 所以要求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再来仔细来分析一下 学策里面所碰到的连环图画写作 它不限定段数 可以把文章分成介绍段 主体段跟结论段 那主体段如果长的话 可以分成两段或三段 介绍段呢 就提出主旨句 作者对此事件或经验的感觉或想法 主体段呢 就详细描述事件或经验 结论段的时候就回应评论或重塑阻止句 至于单图写作呢 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的提示里面讲得很清楚 叫你写两段 那第一段呢 说明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并根据图片内容描述现在的状况 第二段呢 请合理说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未来该做些什么 它已经详细说明分成两段来写 所以我们就按照指示的说明来写 不必分什么介绍段啊 主体段或结论段 好 我们再回来看这篇单图写作 只有一张图 所以必须要用想象力来全盘构思 之间的原因和造成的结果 同时呢 也要说明现在的状况 而且要想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如何来预防这样的事件 由于它只有一张单图 我们必须要善用想象力来全盘构思 而且加入人物角色更为生动 我们可以想象 发生事故前一家人安宁的生活 这样可以对比 发生灾难之后的一种巨大的转变 而且要想象灾难过后 各方研究的情况 必须重建家园 找出生活的秩序 如果适合的话 也可以加入以后如何来预防 假如你没有什么ideas可以写的话 可以利用五个wh的问题来问自己 who,what,when,where,why,how 在图片里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来帮助你来描述这个图片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构思这篇文章怎么写 首先要描述之前的状况 那我们要想想看 我们是要用第一人称来描述 还是用第三人称 如果是用第一人称的话 可以写的比较生动 因为它是一个自己经历过的一种感受 如果是做一些评论的时候 我们用第三人称来写 可以比较客观 至于这个屋子 是什么样的屋子 里面住了是什么人 经历过什么事 就要自己去好好思考一下 因为要对比灾后的一些苦难 我们就可以多描述之前的生活 之前是一种很平静 很安宁的生活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也许是在灾难之前的一个屋子 我们按照提示 把文章写成两段 第一段说明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并根据图片内容描述现在的状况 我们可以用第一人称 让读者感同身受 而且介绍一个背景 描述一家人 父母亲加两个小孩 住在乡间的临近生活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 这段的文章是在讲什么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曾经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的屋子在埔里 因为我们都是讲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是用过去式 后面要用一个形容词子句来修饰 必须要用一个关系代名词的 where in which 变成一个形容词子句 my parents my younger brother and I 我们以前住的地方 所以这边怎么样用呢 我们用 used to live 以前住的 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住了 记得这个used to 但是说跟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它是在乡间嘛 所以呢远离了城市的噪音 那我们怎么办呢 可以用一个介细之片语 away from the noise in crowded cities 我们可以享受一个安宁的乡村生活 这里呢 动得enjoy的过去式 后面呢 只需要花几分钟 就可以走路到附近的小山丘 来欣赏美丽的景观 所以这里是在讲了另外一个优点 一个好的地方 前面讲了一个很安宁的乡村生活 后面又再讲另外一个好处 所以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类似的转质词 比如说像mooreover Foldemore 或者是what's more 像这样子的一类似的转折词 来做连接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想想看了 之前有这样子的临近生活 那之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例如说像地震啊 或者土石流啊 淹水啊 这一类的重大的灾难 发生灾难的时候的情况是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很清楚的 很生动的描绘的话也很好 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呢 室内的物品乱飞 屋顶倒塌前 匆忙逃生 这些细节来做仔细的描绘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描绘在地震发生的时候的一个状况 他说图片中的断源残壁是921地震造成 仔细描绘地震发生的经过细节很重要 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的结果 那我们已经说明了是地震造成的 我们来听一下这一段怎么讲的 但是, something terrible took place on the night of September 21st 1999 which changed our lives late into the night when we were all asleep a destructive earthquake struck without any warning awakened by the shaking of the house my brother and I started screaming in fear and panic we could feel the floor trembling and many objects began to fall or fly around my parents quickly found us in the dark and helped us run for the door the moment we stepped outside, the roof collapsed I couldn't stop shaking for a long time afterwards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比较好的事 现在呢,讲一个灾难事故了 所以意思就有一个转折 这时候我们就要换一些像比如说 but, however,这一类的字 所以这边我们用 however, something terrible took place 有件很可怕的事 就是在1999年9月21号的晚上发生了 因为讲过去的事件 所以用的是一个过去式 在这里呢 我们用一个形容词子句 来补充说明 这个事件呢 造成了我们整个生活的改变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 which 来代表这个事件 发生地震的这个事件 后面这些动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因为它是补充说明的 所以我们加一个逗号 它不是限定用法 这里呢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用过去式 在晚上夜深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所以加一个when 当我们都在睡觉 所以这里用过去式 一个毁灭性的地震 struck 这个struck 是strike的过去式 没有预警的袭击 后面呢 我们被房屋的震动呢 吵醒了 所以这里呢 是被吵醒的 所以我们用被动语态 应该本来现在是一个子句的 它现在变成一个 被动语态的分词构句 awakened by 我弟弟跟我开始 因为恐慌 害怕 大叫 所以这里呢 过去式用started 我们可以感受到 we could feel 过去式 地在震动 许多物品 开始掉落 或者是飞来飞去 所以begin 过去式 我父母亲很快 找到我们 过去式 是在黑暗里面 找到我们 然后帮助我们 过去式 跑到门边 我们踏出门的一刻 屋顶就崩塌了 所以这里强调的那一刻 发生的事情 是我们用the moment 它比when 可能更强调的 那个时间点 我们踏出门 屋顶就塌陷了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能够停止发抖 所以这里呢 用的过去式 I couldn't stop 下面呢 我要请大家做一个练习 我把刚刚讲过的一些 主要的做连接用的字词 列在这边 然后请大家 花几分钟 来看一下 哪一个空格 可以填哪一个字 如果做练习的话 会对于学习很有成效 所以呢 希望大家尽量把握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影片停下来 把这个练习做完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应该填哪些字 第一个 Where are my parents 刚刚讲过了 这个代表的是in which 把它用where来取代 这边呢 我们用的是what's more 更甚的是 在这里however 这边呢 which changed our lives 这里用的是一个 when 在这里呢 最后the moment 强调那一刻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讲一下 就是你写的细节 跟使用精确的动词 跟适当修士语很重要 例如在这边加入的这些细节 住家附近 绿意扬然的小秋 熟睡中被地震惊醒 亲眼目睹地震的恐怖 黑暗中逃生等 如果加入这些细节的话 可以让读者感受很深 好像自己亲身感受一样 那我们使用的字词 也可以特别做强调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所使用的细节 跟他的用的字词 这里呢 他强调away from the noise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 所以他这边做描述 然后享受一个 peaceful country lifestyle 很安宁的乡村生活 那加入这些细节的话 让文章更生动 而且可以散步走到附近的小秋 来欣赏美丽的风景 这里呢 用了一个took 一般我们花时间 是用take这个字 那花钱呢 就用cost 如果是人去花的话 就用spend I spent 10 minutes 我花了10分钟 所以用法不太一样 在夜深 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一个毁灭性的地震 destructive 这里strike 我们刚刚讲过了 strike是攻击攻打 还有打的意思 在这里呢 就是地震来侵袭 shaking of the house shake是摇动抖动 整个屋子都在动了 我们在 跟恐慌跟害怕中间呢 大叫 trembleing 我们说一个人发抖 那他说这个地面也开始在抖动 然后 讲到说 他们一踏出屋外的时候呢 屋顶就塌陷 collapse 我们说崩溃了 一个东西塌陷了 afterwards 之后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我很久都还是怎么样 都无法停止 bottle 注意到就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这些字其实都不是很难的单字 我们不需要用很big fancy words 我们用一般的字能够很精确的很精准的把我们历史得达出来就够了 所以不需要说去用很多很难用的单字 如果你用一个难的单字 反而把用错了 把它讲的 用的不合适的地方 反而更糟糕 所以用我们所熟悉的用的字 把它用的正确最重要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 会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定要回到旧的屋子 看到的是一片废墟 所有东西呢 连同他的记忆全部被消除了 接下来就是一个救灾的状况 各方来救灾 提供急需的物资 他们要找到一个战时的栖身之所 那未来呢又会做些什么 就是要重建 然后找回往日的生活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第二段请合理说明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未来该做些什么 所以要描写地震之后发生的事 所以它地震过后 一大早就回到家中 到处搜寻就找不到宝贵的物品 所有家中物品 随从多年记忆都被彻底消除 好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事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 过去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完全被毁掉的屋子 所以这里是用completely ruined 整个被毁的屋子 我们到处去找我们宝贝的一些物品 所以这里过去是looked 然后treasured 是我们很珍贵的一些物品 belonging belong是动词 belonging就是所拥有的东西 然后就是复述 但是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 过去是后面就好像我们多年的记忆都被扫除了 这个就好像用一个as if 这个呢经常会跟假设语句共用 其实我们这些记忆并没有被真的消除掉 而只是说他做一个假设的说法 所以用的是一个过去完成式 had been completely wiped out 整个的被消除掉 所以他是本来应该是用过去式 现在用的是过去完成式的被动语态 好 接下来呢 地震后各单位协助度过艰困的时期 并协助重建家园 使回往日安定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段的文字 Luckily, many government offices,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he military came to help There were also rescue groups coming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help find missing people We were given clean water, hot meals, clothes, blankets basic medical supplies and safe shelter 很幸运的 许多政府的机构 义工的组织 甚至是军队都来帮忙 所以这要做连结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都是同样性质 我们可以用and 可是这里呢 它因为是不同性质的 所以我们又可以用一个as well as 就是性质不太一样的 我们可以用as well as the military 来帮忙过去世 There were 过去世 还有原旧的团体 从世界各地来 帮助寻找失踪的人口 后面呢 我们被给予 因为没有家了 也没有地方可以住 没有东西可以吃 所以要被给予 所以这里用的是we were given 为什么不用主动的要用被动呢 因为我们这样讲说 要很多不同的团体给 你要讲那么多团体很麻烦 所以用被动以太比较方便 给了一些干净的水 热的食物 衣物 毯子 基本的医疗用品 所以这里呢 使用的是一个过去式 过去的被动式 还有safe shelter 就是安全的庇护所 可以暂时居住的地方 接下来就要重建 各单位提供的各项援助 如受灾或的日常生活所需等 最后重建工作开始 所以未来要做些什么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段在讲什么 最后 我们可以说finally就可以了 可是这里呢 它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词 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 但是不是最不重要的 这是一个常常用的一个词汇 成年老套一样 不过很多时候还是蛮好用的 所以政府呢 开始了一个特别的计划 来帮助当地的人 再造他们的家 所以这里呢 先用过去式 started 然后建造他们的家 rebuilt their homes 虽然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a painstaking process pain 痛苦的意思 要经历很多的痛苦的一个过程 走完之后呢 才能够rebuilt 重新打造每一样事情 所以这个from scratch的意思 就是重新开始 从零开始 完全全全 重新开始 在两年之内呢 我们的新家逐渐成型了 这里took shape 也是用过去式 我们终于能够回到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 他用的是return to a stable life 而这里他用的是一个完成式 不是过去式 是说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 都是怎么样 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都是过像这样子的生活了 他可以用一个完成式 下面还是要请大家 去把这些字找到合适的地方填进来 同学们也是一样 如果需要更多的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影片停下来 仔细地把它做完 再来一起检查答案对不对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边呢 however 填一个however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 as if 就好像我们多年的记忆都被消除了 luckily 很幸运的 后面as well as 就是不同种类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 它等于一个end 我用法有点不一样 这里呢 last but not least 是做最后的意思 finally的意思 这里 although 虽然是很痛苦的过程 但是两年之内呢 就慢慢成型了 接下来 我们要再来看一下 必须要使用细节 跟使用精确的词 精确的动词 跟适当修士语 让故事更生动有趣 就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它给了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 回到家里面 什么都找不到了 一团废墟 然后有很多单位来帮忙 然后让他们有一些生活的必需用品 最后呢 政府来帮助 让他们能够重建旧屋 所以这个都是比较重要的细节 那至于他所用的字 我们看一下 这里Tragered Beloyance 很宝贝的一些拥有物品 Being Wiped Out 这里是被动怡态 整个被消除掉了 Wiped 意思是把它插磨的意思 然后下面呢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Volunteer是义工 Organization是机构组织 就是单位 Minitary是军队 Rescue groups 来救援的小组 We were given 刚才已经讲过了 是一个被动语态 Safe shelter 安全的庇护所 Pence taking 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From scratch 把一个事情从头开始来做 从头开始来做 Took shape 就是成型了 Take shape Stable life 安静稳定的生活 还是一样 我们不必须要用Big fancy words 就是用很精准的字把它讲得很清楚就够了 这一次回家的Assignment 我们让大家根据这个图 来写一篇短文 根据右方的图片的场景 描述整个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 说明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并根据图片内容描述现在的状况 然后合理说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未来该做些什么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 你可以用当事者的角色来写 或者是第三者 旁观的人的角色来写 那可以追的可能性很多 就可以想想看 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有很多提到了 在你单独写作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请大家依照范文的形式来写 文分两段 第一段说明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并根据图片内容描述现在的状况 第二段 请合理说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未来该做些什么 记得用过去事 过去简单事 过去经营事 或者是过去完成事 除非有特别原因 不要随便换时态 使用合适的时间字词 让文章更有连贯性 如果对于用字有问题 可在Google下搜寻Scale 来了解字的使用 下面呢 我就要来示范介绍一下 怎么样利用Scale来搜寻 来查询一个字的实际使用的情况 它是从真实的语料里面 来找到了解字的使用情况 我们要使用这个软体 首先在Google的Search Engine下面打 Scale S-K-E-L-L 打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右边 它有一个说明的地方 它是一个基于语料库的免费web工具 可让任何语言学习者 找到特定目标单词的真实句子 就是它是一个真正的语料库 就是我们所找的句子 是一个真实在使用的句子 那我们怎么去用它呢 你就把这个Scale点开来 你不需要下载APP 直接就可以在上面 直接就可以Search 那如果你需要方便的话 可以做一个Bookmark 进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找要想要找的字 比如我们刚刚课文里面 讲过有个Rescue这个字 我们把它输进去看一下 那Rescue把这个字 key in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有很多的例句 这个不足为奇 但是呢 WordSketch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什么叫WordSketch呢 它就告诉你连用字 比如说这个字 Rescue 做它的主词的这些名词是哪些 做这个动词的授词 是哪些名词来做授词 那哪些形容词可以修饰它 哪些副词可以修饰这个动词 然后呢 常常跟它合在一起用的 to rescue and restore 连在一起用的 或者是说 这边to locate and rescue 而且我们只要随便打任何一个 你看打destroy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 Rescue by a British destroyer 所以这个字 它又有这么多的例句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了 survivor 那这个survivor跟rescue 合在一起用的 也有这么多句子 我们再看 比如说这个当副词用的 eventually 它也有这么多的句子可以用 所以你每个字打进去 它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句子 可以参考 我们希望在使用句子的时候呢 能够多参考 已经在实际上使用的 不要用我们的中文 去翻译成英文来造句 而是去找一些已经使用过的 那这些句子的话就比较好用 对于这个字词如果不熟悉的话 就尽量的去参考 别人已经写过的句子 你会用的更引到地 更容易被人家接受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 下周再见